大家好,我是韩玄博士 每一年我们韩OPRA的招生会收到很多的面试的视频 当我在筛选这些视频的时候 我也会顺便地帮学生们做一些嗓音的鉴定 今天我听完一个面试的视频之后 赶紧联系了这个学生的家长 让他先去做嗓音的检查 因为我高度地怀疑这个学生是圣诞小节 这样的事情每一年在我们韩OPRA的面试过程当中都会发生 我也会第一时间地告知学生或者家长 发生这样的事情总会让我的心情非常的不好 因为我觉得这种情况往往是可以避免的 尤其是发生在青少年儿童的身上 你们知道孩子的嗓音是非常娇嫩的 他们的嗓音的训练也是要很专业很细心 而我们成人的嗓音训练 一定要和青少年儿童的嗓音训练 方法区分开 因为不同的嗓音条件 音域 声带的成熟程度 等等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所以今天呢 我想来和大家谈一谈青少年儿童的声乐教学 你们知道 为什么很多天生嗓音条件好的孩子 逐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学习声乐之后呢 都被毁掉了 为什么很多孩子小的时候唱得很好 长大了之后却没有成为优秀的歌手呢 首先我来说一说什么叫嗓音条件 最基本的嗓音条件呢 就是说他有着健康的嗓音 声音听起来是纯净的 音色呢 是明亮清澈的 因为每一个孩子小的时候呢 他都是女高音声部 所以我们会把小男孩的声音呢 给称作 Boy Soprano 而好的嗓音条件就是说 他不但有健康漂亮的音色 他还有宽广的音域 当然了 节奏和音准 必须是他的基础学习声乐的条件 事实上 既有健康漂亮的嗓音 还有宽广音域的孩子 其实并不多 大多数的孩子的音域呢 一般都是在一个八度的左右 在没有经过训练的情况下 他都不会超过两个八度的音 所以说如果一个孩子 可以轻松地达到两个八度的音域 在没有经过训练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称他为先天的嗓音条件 非常好 所以90%的孩子呢 都是普通的嗓音条件 需要后天的一些训练 嗓音条件好的孩子 那当然后天的训练就轻松很多 那么这个时期的训练呢 就非常重要了 很多人认为小孩子学唱歌嘛 随便唱唱就好了 随便找个老师教一教 就很好了 只要他会唱两首歌 会唱会跳 那么就挺开心的 可是等他过几年 发现孩子的声带闭合不好了 然后嗓音嘶哑了 甚至在高声区 无法发出声音了 这些家长才会想到 我是不是需要找一个专业的老师 来给他教一下 正规的学一学 往往这些时候 我都会说 这些家长既浪费了金钱和时间 又错过了孩子嗓音训练的黄金时期 这也直接影响了孩子们的变声期声音的训练 所以在我们韩奥普尔每一年 我们都要面对很多嗓音已经出现问题的学生 而往往这些学生都属于声音条件或者乐感非常好的孩子 很多家长发给我孩子小时候没有经过训练的时候演唱的这个视频啊什么的 这让我感觉到更加的遗憾 可是这往往都是因为很多家长当初认为随便学一学而造成的 我也很能理解很多家长 他并不懂得如何来挑选一个专业的老师 你们要知道青少年儿童的嗓音训练跟成人的训练差别非常大 我们有很多的声乐老师呢 他们认为教小孩子很简单 那么我作为一个专业研究声乐教学法的老师来说 在这些年的青少年儿童的声音教学当中 我面临了非常多的挑战 因为这几年我挽救了好多个孩子 其中有声带小节的 声带闭合不良的 声带吸肉等等问题 有很多孩子学了两三年声乐之后 找到我的时候 几乎无法发出声音来 虽然这些孩子经过一些专业修复训练之后呢 嗓音几乎完全恢复正常 但是我们却无法挽回孩子失去的最漂亮最美的童生 这是我们拿金钱所买不回来的 正如我一个家长非常后悔的说 我现在才发现学声乐一定要找专业的老师 千万不要因为想让孩子随便学一学 随便找个老师而花钱毁了孩子 有的时候呢 贵的就是便宜的 而便宜的才是最昂贵的 讲一个我的学生的经历 三年前呢 有一个小男孩的妈妈找到我 让我听一下 她的孩子的嗓音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当时一听完就告诉她 赶快去找嗓音专家检查声带 因为我第一时间判定她声带出了问题 检查之后的结果是声带小节 声带小节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我们的声带是两片薄膜震动产生声音的地方 而小节呢 就是长期不良的一个贴合震动导致了不正常的摩擦 让这个声带的两边呢 产生了对称的小节和肉刺 导致你唱歌的时候呢 会感觉到越到高音越疲软 越到高音声音越难闭合 然后嗓音震动的频率也是不对的 一般来说声带小节都需要手术 把这两个肉刺给打掉 但是呢 很快又会复发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通过一个正确的训练 让你的声音每天在练习的时候呢 都像在做一个舒适的按摩 逐渐让这两个小节呢 自己的吸收掉 这样呢 复发的几率也就小多了 当然了 这个需要非常专业的细致的训练 而且要不断的根据他的声音的变化 声带状态的恢复 来做一些训练的调整 这全凭老师的专业度和经验 这个家长呢 他给我听这个小男孩 小时候就是五六岁的时候的一个演唱录像 孩子那时候声音条件极其好 天生的音域几乎会达到两个八度 唱到高音的时候非常的方便 其实这样的孩子 如果从一开始一张白纸的时候 就到我的课堂上来的话 我们只需要专业的训练他的作品 逐渐平衡他的声音 调整好音色 不出十节课 那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小歌手了 可是他却从五六岁开始学声乐 一直就没有在正道上走 他之前的声乐老师一直在鼓励他 喊着去唱高音 因为他的声乐老师认为 这个孩子的声音条件够好 他就可以天然的自然的去唱高音 去喊到那个最高音 而且给他的作品非常的高 而他并没有教给这个孩子如何去运用气息 如何运用方法来调整好他的声音技巧 去演唱高音 所以这个孩子的声诞完全就是因为走了弯路而造成的 小男孩的家长呢 担心孩子可能嗓子就这样彻底毁掉了 非常的沮丧 因为我这些年完就过很多的声诞小节的学生 所以我决定帮助他来做恢复训练 后来我们用了半年多的时间 经过专业的恢复嗓音训练之后呢 他的声带小节完全被吸收了 而且没有经过任何医学的方法去处理 其实呢 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发声方法 其实是在对你的嗓音 对你的声带做按摩 而一个错误的方法 是在破坏你的声带 这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 正确的和错误的 他对你的声带造成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 现在我这个学生呢 从恢复好声带之后呢 参加了国际声乐比赛 并拿了奖 去年的时候 他也顺利地度过了变声期 当然变声期的训练 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训练过程 现在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优秀的男中音歌手了 我这个学生的家长呢 在对我表达感激之情的同时呢 也通过孩子的这个经历 终于明白了 什么是真正专业的声音训练 好的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下次有空呢 和大家专门聊一聊 青少年儿童学习声乐的误区 请记住 声乐是一门非常科学专业的学科 希望你们在学习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是韩玉玄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